变财真好 正如法安经里面说 我说的时候不一定在里面说 所以你听 正如法安经里面说 说有这个祖宅天有这个天露 它有这个变财 它说它的水中可以出这个音声 它的音声可以跟所有一些音量的相应 那么在它的音量当中还有无量的音声 意思是说它出一个音 它都会跟所有的音都会合 都很好听 都很相应 那么这个音当中有无量的音声 那么还有无量的音声 像这个有变财的同样 所以变财天女的微妙舌根 微妙的舌根 就是变财天女 它的声音可以跟所有的音声会合 对不对 所有的音声会合 什么叫做会合 比如说我们唱歌就好了 还是说我们唱转 啊 这个声感我唱不下去 你没得到音 你没这个舌根嘛 啊 这个声音我唱不下去 我没唱不下去 我是男高音 我是女低音 我都没合 对不对 声音没合 那么它这个微妙舌根就是说 它这个嘴子呢 很微妙啦 不管什么音乐 什么乐声 什么乐器 什么声音 它都可以跟它合 所以它说简单的就是说 它的嘴子可以出无量的声 什么声 高的声 跌的声 它都可以出了 那么呢 那么这个所在就是说 我们来 譬如说 我们现在要来赞叹佛啦 那么赞叹佛要用什么来赞叹佛呢 那么呢 我们用敲佛 初过的敲出 敲佛 敲佛这个变才天羽 他的舌根 我们比他更微妙 因爲 变才天羽的舌根呢 子不个是吕剩 bipartisan 整秀的 Georgetown 那么咯 敲佛他的 stubborn 当然咯是用弗法 他用弗法 所以呢 敲過他的聲音 當然他的聲音可以最硬 所有一切法 那麼我們敲過他的蛇根 再來翻過來 二十二牆 說一一蛇根出無盡陰生涵 那麼每一個蛇根出無量的陰生 意思是說天女有變才 有能力 那麼我們敲過他 比他更厲害 來出種種的陰生 一蛇根出無盡陰生涵 一一陰生出一切岩石涵 聲揚讚嘆一切如來 諸功得喊 就是說我們的嘴子可以出無量的陰生 那麼他的陰生出無量的元素 那麼他的元素都是請贊主佛 請贊主佛 我們現在沒辦法做到說我們一個人可以出無量的陰生 出無量的陰生 所以這個地方說一一十二根 我們是什麼意思呢 一一十二根就清楚十七雅 我們可以說清楚十七雅 十七雅這個禮靜諸佛 當中一樣 禮靜諸佛十七雅這個地方 說我這倒數第三行說一一佛所 皆限不可說 不可說佛衩極為陳述生 意思是說頭前的收共有無量無邊的陰生 每一個禮靜當中有無量的陰生和菩薩 那麼我們要禮靜諸佛 要讚嘆有來的時候要想說 每一十五說一一佛所 改憲不可說不可說佛衩極為陳受心 就是禮靜諸佛頭前我們都現無量無邊的心 現無量無邊的我 比如說你要讚嘆阿彌陀佛 要讚嘆阿彌陀佛 要讚嘆阿彌陀佛 要讚嘆阿彌陀佛頭前有無量無邊 像是美丁所謂的 我們來讚嘆阿彌陀佛 讚嘆阿彌陀佛 所以這個時候就說 一佛所改憲不可說不可說佛衩 在美丁所謂的心 然後一心的片列不可說佛衩 在美丁所謂的佛 那麼佛頭前有無量的心 那麼每一個心都頂在無量的佛 所有因素這心就變成無量的心 一一身 我們再現回來 二十二壓 這樣 所以二十二壓 一一十二根 就像剛才的禮經族一樣 每一身佛頭前都現無量的難 那麼每一個佛頭前有無量的難 所有的每一身佛有無量的十二根 比如說你阿彌陀佛就現一百的禮 就一百的十二根 一清的就一清的 現無量的十二根 所以叫做一一十二根 所以教說我們是一個十二根 對嗎?我們說阿彌陀佛有來 所以他們處於這個所在說一一十二根 就是每一身佛頭前 我們都可以現無量無變的心 當然阿彌陀佛覺得說阿彌陀佛就是一個而已 我哪有可能那麼多的 那麼這也是肉眼 這也是我們肉眼 覺得說我是一個而已 那麼如果依教佛的意思是說 我們本來就能像佛佛神一樣 前百月化身 我們今天會独裁說 我是這個人 因此我們縮佛在這個世界 我們自身當中有無量無變的 神通妙容 我們都沒辦法做得出來 所以依教佛來看 我們眾生本來就有這個功靈 本來就有這個功德 本來就能現無量心 來讚嘆佛來頂禮佛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雖然我們現在做不夠 我們就要想來自為 我也有佛在功德佛山的心通 我們也可以化身前百元 來頂禮祖佛 來讚嘆祖佛 所以這個依依舌根 每一個舌根就是說 每一尊佛頭前都有無量的我 你讚嘆 所以依依舌根比較有辦法出這個無人的陰生海 那麼這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另外也可以說依依舌根的 就是說一個舌根可以變成無量無變的舌根 所以一個舌根可以遍滿三千大千世界 像我們這個阿彌陀經裡面說的 東風、西風、南風 祖佛各以廣常舌相 騙徒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這祖佛的廣常舌相 可以覆蓋三千代千世界 看到這個祖佛的垂直多大 騙徒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佛都在讚嘆阿彌陀佛 那麼祖佛的舌根遍滿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說每一尊佛的舌根遍滿到祖佛 說到應同愛心 信息、情戰、祖佛 不可屬於公典 一切祖佛、守護、南京 讚嘆阿彌陀佛的 你們都要相信 所以有遍負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這個舌根有廣大 所以有無量的舌根 所以遍負三千大千世界 阿彌陀經來在說 遍負三千大千世界 一方面是說他的神通功代 他的舌根的對當周遍這個世界 比如說我們三部世界 色騙無尼佛 要讚嘆阿彌陀佛的時候 他就出廣常舌相 這個垂直撐出來 可以抗三千代千世界 所以你看這個色騙無尼佛的垂直多大 他可以抗三千代千世界 從台灣、美國、日本、韓國 去抗到整個地球 整個地球 比較適合他出來了一個口香堂 地球很小 所以他的手只可以抗騙三千代千世界 來讚嘆阿彌陀佛 所以這是說他的神通功代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在所有的地方 三千代千世界裡面 都是在讚嘆阿彌陀佛 所以說篇富三千大千世界 來讚嘆阿彌陀佛 那麼是封祖佛的 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一一舌根 才可以出這個無量的陰森海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是凡夫 我們要想說 我現在雖然是凡夫 但是有一天我跟福一樣 我的舌根也都騙三千大千世界 我也可以讚嘆祖佛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所有的聲音所有的世界 三千代千世界都是在讚嘆佛 所以這個教阿聲 車阿聲 人的聲都是在讚嘆佛 小孩靠的聲 對嗎 靠的叫的聲 不是這個人 去叫的聲 那是車聲 都是在念佛 那麼這樣才是 炫富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過去的人說 犧牲盡視廣常蛇 所以這個騎的聲 水聲 也是廣常蛇的聲 那麼這個教的聲 這個浪的聲 風吹的聲 那是這個 這個跌棚的聲 也是 都是 吻的出廣常蛇的聲 那麼所以這個所在說 一一舌根 就標示說 我們不要再站在 我們凡夫的角度 他會覺得說 我只是一個人 我要讚嘆佛 也只有一個人 那麼讚嘆佛 也只有一個人 也只有一個蛇根 所以這個所在說 一一蛇根 就是說 在一切之分 面前有憲無量的欄 還有一切之分 當中 我們都會讚嘆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蛇根 可以幾乎變三千代仙世界 真正乎一樣 所以這個 佛岩經 保養情願 它所說的境界 都不是我們 一般我們凡夫 覺得有可能的事 那麼這個 所以叫做不可思議的境界 那麼這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是我們的 將來的 如果有新婚的時候 就能得到 所以我們 翁新教世界 我們也可以 分身千百億 分身千百億 那麼 分身千百億 分身千百億 就是阿彌陀經 在說 各以一各成眾妙花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我們可以分身千百億 來去 供養祖佛 所以這個所在 讚嘆祖佛 也是一樣 所以說 依舌根出 無盡陰生潭 所以我們要想說 所有的聲 如果現在你念佛 就想說 所有的聲 都在念佛 不要說那個聲 你幫我插 你如果覺得 我念佛 你剛才看電視 我念佛 就隔壁剛才講佛 我念佛 我念佛 老腳在賣菜 我跟那個叫 導佛 那麼 這個呢 我們就覺得 就想為導佛 我們就不想為阿彌陀佛 那麼 我們念佛 就想說 所有的聲 都在念佛 雖然他現在的聲 不一樣 他可能在講佛 電視的聲 車的聲 人的聲 孩子的聲 你都在想做你念佛 你讚嘆佛 如果他這個經典來講 所有的一切煩的 都是由我們這個如來的發生所做 所以呢 這個好聽的聲 快聽的聲 人的聲 車的聲 動物的聲 都是由我們如來的發生所做 那麼他的貼心就是如來的發生 我們不要看到這個最大的差別 這是好聽的聲 還是白聽的聲 所以呢 我們跟所有的聲都會合 不能說 那些聲 我要教那些聲 那些聲我沒有要聽 所以呢 我們如果依照 我們學佛 我們要生活 他們當然要所有的聲都會合 不可以說那些這樣 我們聽得不舒服 我們聽得不介意 那些心裡都在想 去煩惱 所以這個所做要把所有的聲 都當作佛聲 都是靈無聲 都是讚嘆佛的聲 對不對 包括拿到經典六起 那些讚嘆佛的 不夠厲害 那麼呢 這也是靈無聲 那麼呢 一世音聲 會出無量的音聲 那麼一聲呢 出一切的元素 那麼我們這個聲音呢 出這個元素 也是無量無變 請用讚嘆一切如來 出功德海 讚嘆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呢 有無量無變 無量無真 我們是讚嘆不真 所以經典來說 無能說盡佛功德 虛空可良風可信 無能說盡佛功德 那麼佛的功德 無量無變 那麼呢 我們呢 都是這樣來給他讚嘆 讚嘆 然後再來呢 說 從未來祭相續不斷 如果要清讚如來 也就是要頂禮祖佛 都是從未來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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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不斷 無停祭讚嘆佛 那麼 所以雲祖佛剛才說一一十二更 也可以說 凡是 我們 如果要頂禮祭 頂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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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讚嘆佛 我們一十二更 一十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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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現在要頂禮祭 就是我們是一個有教導 我要學科興圓 因此呢 由現在開始到未來呢 我頂禮祭 如果說話 就要讚嘆佛 不能說給這 別人都放金 包銀 如果說話 念你就出事 那麼你如果說話 就全出事 如果說話 就是全屬於 全煩惱 全抱怨 都沒有在那裡快樂 營養 給人發育的 都沒有啦 都是給人痛苦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學科興圓 就說從現在開始 凡是一張嘴子要講話 一一十二更 就要讚嘆佛 都是講佛 佛法 都是講好話 都是講好話 就是比如說愛語 講好話 讚嘆人 讚嘆佛 讚嘆功德 不要講一些挑撥是非 說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那些不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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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依舌根也可以說這樣 這是以我們 凡夫的 聽到來說 我們不要說 這個 舌根可以 九片三千代 這個世界 他就是說 化作無用心 來讚嘆佛 那麼 最簡單來說 從現在開始到 將來 到我們翁星進行 有的呢 都不要說 不要說這個煩惱的話 說痛苦的話 當然有些人 說我煩惱痛苦 沒說出來 我很鬱子 很艱苦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人 最好去找酒頭來講 你就去站那邊 叫做酒頭 然後酒頭給他消滅 要不要跟酒頭講 比較不出事 說到酒頭知道 要不要買死的時候 做個台 或是帶去揮 好煩 好煩 如果燒不下禮子 也燒到酒頭 那大顆 比較燥 所以 別跟人家說 這世間 我們跟人家說話 都煩煩 煩惱的事情 所以 窮未來記相續不斷 進於法界五不周遍 窮未來記 時間 從現在開始到窮海 都是這樣 進於法界五不周遍 進於法界 每一個空間 每一個地方 你到什麼地方 都要說讚嘆 有個話 可以說 記人說人話 記鬼說幾話 記別人說別人話 那麼 這樣你就變成 隨人去了 如果沒有工夫就不要去那裡 如果有工夫去 也要說佛的話 那麼 我們就是說 進於法界 你不管到什麼地方 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眾星 我們都說讚嘆佛的話 再來說 如是虛空皆盡 眾生皆盡 如是虛空皆盡 如是虛空六個六千 眾生改六個六千 眾生厭六千 眾生煩惱 如果真的時候 我讚哪會真 我讚嘆佛的 這個 情讚有來 我就停止了 又有一天 虛空的真 眾生的真 眾生厭的真 眾生煩惱的真 眾生煩惱的真 這樣我讚嘆佛的 就真了 因為沒有眾生了 大家都苦了 不用讚嘆佛 但是 那些 後來說 而虛空皆盡 乃至煩惱 無有禁錮 那麼虛空皆盡 無得真 耐其煩惱也無真 所以 我此讚嘆 無有窮盡 因為眾生要不真 眾生厭也不真 眾生厭也不真 所以我們要一直讚嘆佛 對不對 如果 好像帝宗佛祭說 如果有一個眾生要不信佛 我就不想信佛了 他就 等到大家都信佛了 對不對 他就信佛了 那麼 我們這個 佛圓行為也是一樣 讚嘆 如果眾生真 眾生不真 一定 讚嘆佛是不真 所以 如果還有一個高侠 蚊子在 你就要讚嘆佛了 因為眾生還不真 對不對 還有高侠 還有蚊子 眾生還不真 所以 讚嘆佛是不真 念念香氣無有間斷 身與意願無有必願 那麼我們念念 雄鼠 念頭無幽 感斷 念頭無停止 都是讚嘆佛 所以 依佛圓行為 意思是說 都要想佛 想佛在公典 身與意願無有必願 身口意願 都是無界疲勒 那麼這是稱讚如來 我們稍微訓一下 好 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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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看这个二十三鸭 复赐善兰子,言广修供养者 刚才说称赞如来,这个所在说广修供养 三则广修供养,显示过来 他在四鸭第一行,是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说一次这个十大用王的名称 他说,功修供养,观音下文当中有种种的供养 真像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扮的教 意思是说后边所说的很多供养 像我们人做不到 但是如果呢,如果吟心、吻心、修观 未尝不可转供养俱 那么如果我们来去给他思维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供养的东西 专制的为心、成功的妙供,来供养 意思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虽然后边,保佑菩萨说的这个供养 很困难,但是我们也是要去想 再来说,咖思无法度观修 也要随力随分 以我们做得到的供养,每一天来供养 来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应当爱依赖于佛 色念于佛,每一天随时供养 就是跟我们心里色念于佛 而供养无法度色念于发心佛 也应当爱色念于色心佛 因此对佛上的,要给它动作 和佛来供养 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人要供养佛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发心佛 但是我们看佛上,要给它动作佛 再来说,有事情出外呢? 应当在佛情问心各家 那么势必回家,事情之后呢? 我们回家要到佛情里面问心肖咖 肖咖就是说 法师傅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佛动作真正是佛 真正就是佛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老大人 有幼儿的人说家里有老婆、老母 要出去也要跟老婆、老母说一下 我要出去 那么回家呢? 我们回家也要跟它说一下 那么这都是一个基本的供典和佛 那么这个持州法师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佛的家里有佛像 也要动作佛在那裡 不可以说有佛像 在楼上就变得起来 那么呢? 可以说有事情可以起来 那么这个持州大师也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佛像就要动作佛 所以要出去的时候要向佛文神 告诈、清诈 清诈 清诈,你要出门了吗? 那么在此做好回来的时候 要先去佛当里面 混讯、消假 要先向佛说我回来 那么呢? 人要出门了 他说我要出门了 那么这是表现到我们 他的努力 当然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做到这样 那么这个法师傅他说 可能他有做这样 就是说如果他要出门的时候 他在佛像 先问训 说他出门了 有事情 那么回来呢 问训 回来 跟阿弥陀说 那么呢? 就要跟他动作佛的一样 什么有这动作佛的? 就动作佛的出来 真的有这个人在的 像我们说 家里有老婆 有佛的 你自己说 说人家没佛的 就没说了 有佛的 就会说 阿弥陀佛的 真的有在我们家的 就是 动作真的有佛 要这样说 那么再来说 新做的衣服 这是新鲜的食物 他们当然要先供佛 以后才可以吃 意思是说我们供佣族佛 所有的东西都要先想佛 先做的衣服 还是新的东西 凡是会吃的 都要先供佛 那么这是教的 我们说 不能忘记佛 我们一般人 如果买冰回来先吃 冰 可能没有吃冰 我们来吃冰 我们先吃 这一样就开始 那一样就开始吃了 不然说想要供佛 那么这是法师 教我们说 我们想什么事情都要想到佛 你要穿衣服 要穿衣服 要穿衣服 也要穿佛佛 当然佛是不穿你的衣服 还是要供佛佛 供佛一切重生 那么后可以再用 再来说每一日最早 也要长灯一盏 点灵 那么 当香一支 清水一杯 来供佣 这是教我们说 供佣祖佛 所以佛 我们是要教佛 感恩佛 当然也要供佣祖佛 当然祖佛是不说 要使用你这些东西 但是标达出的 我们心中有佛 不可以说我们都要在佛的好处 那么没有对佛有供佣 所以这个所在说要供佣祖佛 再来说 所有人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岁一切佛叉 近米殿中 所有的十方法界都有米殿 在米殿当中 它们的国有一切世界的米殿所的佛 和米殿当中 每一个米殿当中 都有米殿所 一切世界的米殿所就是说 一个米殿当中 就有一个世界的米殿所的佛 例如说我们整个地球和没有做佛 那么这个地球多少佛佛 那么呢 我们这个米殿当中 我们这个米殿当中 就有一个世界的米殿所的佛 意思是说一粒叉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佛 一粒叉里面是 跟这个世界都没有做的米殿 在这粒叉里面 在这粒叉里面 这个米殿里面 所以呢 这是我们一般人 没有办法去思考 也没有办法去理解 那么反正经常跟我们说 安然去思维这种的事 那么我们有的人说 啊,那间店说的 都是 是种 有的人 有的人 不相信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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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卡通影片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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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如果我们相信佛的佛 知道说 这就是佛的佛解 佛的佛解 这个米殿当中 祈祷 无量 所以 再来说 而且呢 一余佛所 中中菩萨 还有佛为了 每一段佛 头上都有种种的菩萨 种种菩萨 有在家菩萨 有出家菩萨 那是有天灵 鬼神 天灵 百佛 都是菩萨 为了在 这个米殿当中 会主佛 面头上 在佛头上 听经 佛头上 受行 那么呢 我们就要想说 我现在要共用的佛 有这么多 这么多 所以要共用的佛 现在是要共用越来 共用主佛 那么共用主佛的对象呢 是这么多 不是只有一佛而已 所以所有的米殿都有佛 所以我们说 如果以我们肉眼来说 西甘酒 西甘茂尼佛 西方有阿密度佛 生起来就是比较少 中心比较多 那么如果以此 法案经里面说 所有的米殿当中 就有佛 所以这个佛 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素量 再来说 我以保险行元力 去沁性戒 现前地界 那么我呢 因爲这个 保险行元力 保险菩萨 跟我们教 我们要辛苦 要做这个十代玩偶 那么我们以保险菩萨 行元力 这个佛法的法力 还有保险菩萨 这个佛法力 这个佛法力 就是过去的人 祖师尉 都希望保险菩萨 现前 来给它佛法力 比如说我们上经拜祥 都说这个 保险菩萨 成这个六牙白相 保险菩萨 站在那边像 立起吹气 立起吹气 所以吹气有吹气 所以这是我们如果做佛法力 还是看佛法力 这个保险菩萨 坐在那边 白色的菩萨 落去吹气 那么如果 文殊菩萨 站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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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个菩萨 代表保险菩萨 这个 行元力 要求度重生 所以说我们以保险行元力 再加上菩萨菩萨 会立受加持 让我们的 起心性感 让我们的生起后 这真心的性感 就是说对陶情所说的道理 每一密定当中有无量的祝福 我们要去相信 要去理解 要去思维 那么呢 现前提见 我们现在青春呢 在我们的面头上 我现在要共用 所以我们要共用的时候呢 都是要做这样想啦 这边就是我们在共用说 我现在共用就是我这个大 我的这个佛当头正正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那么我们的共用也是要秀 变法改 包括我们吃饭啊 我们吃一个便当要共用 这个便当啊 这个饭啊 这个饭啊 也是都要共用 是方一切祝福 一切重生 要这样去思维啦 所以 起身性感 起这个真心的性感 就是相信说 所有的那些世界 你找美定的 都有无量的祝福菩萨 现前 现前提见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在面头前 看了 清清澈澈 就在我们的感情 那么的民国来说 二十五亚说 穷义最喵 煮共用菩萨 留意共用 那么都用最好的 最喵 喵就是最美喵 共用 煮共用菩 共用的器具 共用的器具 那么共用的器具 我们一般说就是 衣服、卧具、汤药、饮食 我们穿的衣服 或是我们这个卧具 就是说 我们在当的这个杯 鱼子 坐鱼子 那么它就是说音色 也就是说油 油也可以共用 所以呢 自共用菩萨来共用 什么共用菩萨呢 所谓的这个花云 曼云 天音月云 天散盖云 天衣服云 意思是说花云 这个灰呢 穿上菩萨 有很多 那么 有什么叫做云呢 就是标 是 骗云 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如果看梯定的菩 穿不安 了这个梯定 穿不安 不安 不安的意思 那么菩萨呢 就是说 我们共用的菩萨 听起菩 这样 骗云 这个世界 比如说 我们说 如云 不腹 就是这个菩萨 方便 蓬到 这个世界 我们如果看到 如果黑暗天的时候 天顶的菩 蓬到 整个世界 这样表示 这个菩萨 照光台 那么这个花云呢 就是说 我们共用的菩 可以 照片 所有的世界 所以我们唱 这个 如香炸热 法界蒙熏 对吧 就是说这个 如香炸热 法界蒙熏 就是说这个 如香呢 我们现在 路上 做点的香 炸热 就是说 刚才炸起来的时候 法界蒙熏 法界呢 所有的 一切煮火 一切众星 都可以 收到 我现在 做点到 这支香 会共用 所以这个 香云呢 它是 骗我 是 风 是 风 这个香呢 真是 浮云 是 风 世界 我们的香的烟 只有这点点 对吧 我们现在点起来的香的烟 就一点点了 要把香的烟 真是 浮云 同样 是风世界 这个香可以 这个香可以 共用祖魂 这个香可以 熏悉众生 颇魂众星 让众星 开地回 发育穷 不安 离荷地露 那么 所以叫做南魔香云盖菩萨摩扎 所以香云盖菩萨不是一种菩萨 叫做香云盖 是说 我们的香 点起来是一种菩萨 所以就说 跟我们说的 完相同样 跟这点的香烟 动作菩 这样 就变是让 来共用一种菩萨 一种祖菩 那么 我们顶礼 我们唱 如相战的时候 就是顶礼 这么多无量无边的菩萨 所以香云盖菩萨就是 无量无边的菩萨 所以香云盖就是说 我们共用的菩萨 有这么多 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菩萨 我们都顶礼 所以说 南魔香云盖菩萨 所以我们说 如香炸热 法界蒙辛 诸佛海慧西摇文 诸佛海慧 和这些菩萨 都叠到我们这些香烟的共用 所以这个素材叫做花云 就是说我们这个菩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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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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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